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早上起床后突然觉得胃部不舒服,变得很想要吐 结果吐出来的东西却是黑色颗粒状 像咖啡渣一样 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也很害怕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这可能是一种叫做上消化到出血的疾病的症状 它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情况,如果不及时处理 可能会危及生命 那么,上消化到出血是什么? 它有什么原因和危险因素? 它又该如何诊断和治疗呢? 在这个影片中,我们将应为你解答这些问题 让你更了解这个常见但却被忽视的健康问题哟 首先,消化到出血是指从口腔到肛门的消化系统中任何部位发生的出血 消化到出血有时候会很明显 比如吐出血或者拉出黑色粘稠的片片 但有时候也会很隐晦 只能用特殊的检查才能发现 消化到出血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胃困疡 内癌、食道静脉曲张 痴疮、大肠癌等等 这些原因都会导致消化到的黏膜受损或者破裂 造成血管破裂或者是血 再来,消化到出血可以分为上消化到出血和下消化到出血 上消化到出血是指从口腔到12指肠第二段发生的出血 下消化到出血则是指从12指肠第三段到肛门的部分发生的出血 上消化到出血通常比下消化到出血更严重 这是因为上消化到的血管比较大 而且胃酸会加速出血的状况 那究竟什么是咖啡氧吐污呢? 咖啡氧吐污是上消化到出血的一种表现 是因为胃酸和血液混合而呈现黑色或棕色的液体 这种吐吐污看起来像咖啡渣 所以叫做咖啡氧吐污 咖啡氧吐污的原因是上消化到的某个部位出血 比如胃或者食道 当血液流入胃里就会遇到胃酸 胃酸是一种很强的酸 它可以帮助我们消化食物 但是也会对血液产生化学反应 这种反应会使血液中的血红蛋白变成黑色或棕色的物质 就像咖啡渣一样 当我们吐吐的时候就会把这些物质吐出来 形成咖啡氧吐污物 咖啡氧吐污物是一种很危险的症状 因为它表示我们正在失去大量的血液 如果不及时就医 可能会导致贫血、休克或者死亡 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或者别人有咖啡氧吐吐物 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 肠胃内科是你可以去咨询的方向哦 除了吐吐物之外 消化到出血还可能有哪些症状 一、黑便 黑便是指偏偏的颜色变成黑色或者红色 有时候还会有臭味 黑便的原因和咖啡氧吐物一样 都是因为胃酸和血液混合而产生的 如果上消化到出血的量不够多 或者出血的时间比较长 血液就不会被吐吐出来 而是随着食物一起进入肠道 在肠道里 血液也会遇到一些霉和细菌 它们会进一步改变血液的颜色和气味 当我们排便的时候就会看到黑便 特别是当颜色跟头发一样黑的时候 二、贫血 贫血是指血液中的红血球或者血红蛋白减少 导致身体缺氧的状况 红血球和血红蛋白是负责运送氧气 到各个器官的重要成分 如果它们不够多 身体就会感到虚弱和无力 消化到出血会使我们失去大量的红血球和血红蛋白 所以很容易引起贫血 贫血的症状包括面色苍白 口尘发子 呼吸困难 心悸 头晕 耳鸣等 三、头晕 头晕是指感觉自己或者周围的东西在旋转或者摇晃的感觉 头晕的原因有很多 但是和消化到出血有关的主要原因是低血压 低血压是指血液在动脉中流动的压力降低 导致身体各部位缺乏足够的血液供应 消化到出血会使我们失去大量的液体和电解质 使得我们的血容量减少 从而引起低血压 低血压会使我们的大脑缺乏足够的氧气和营养 所以会感到头晕 四、心跳加快 心跳加快是指心脏每分钟跳动的次数增多 超过正常范围 正常人在安静状态下 心跳速率大约是60到100次每分钟 心跳加快的原因有很多 但是和消化到出血有关的主要原因是失血性休克 失血性休克是指因为失去大量的血液而导致身体器官功能严重受损的状况 消化到出血会使我们失去大量的红血球和血浆 使得我们的有效循环去容量减少 造成心跳反射心上升 这时可能会觉得心脏快要从胸部跳出来了 如果上消化到出血 我该怎么办呢 一般的治疗有保持呼吸道通畅 避免无血时吸入引起窒息 第二时吸氧、净食、输液和输血 根据出血的严重程度和原因 适当使用止血药物、抗生素、质子邦普抑制剂 内视镜治疗 这是目前上消化到出血最重要的诊断和治疗工具 通过内视镜可以直接观察到出血部位和严重程度 并且可以通过多种技术止血哦 那要怎么样才能预防上消化到出血呢?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避免过量饮酒、抽烟 因为这些都会刺激胃酸分泌 增加溃疡和出血的风险 另外 也要避免吃过多或过辣、过酸、过油的食物 以免刺激胃粘膜 一、合理用药 有些药物 乳肺肋固醇抗发炎药物 内致的抗凝穴剂 抗血小板药物等 都会影响胃粘膜的保护作用或凝穴功能 增加出血的风险 因此 在使用这些药物时 要遵征医嘱 不要随意增减剂量或停药 必要时 可以配合使用质子帮普抑制剂 PPIS-1质胃酸的药物来止血二 及时治疗 如果有消化不良 胃痛、反流等胃部不适的症状 要及时就医检查 排除是否有消化性溃疡 右门螺旋感菌感染 食道静脉曲张等可能导致出血的疾病 如果有这些疾病 要按时服药或接受内视镜治疗 以减少出血的风险 最后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 请分享给更多人 让更多人了解这个常见 但却被忽视的健康问题 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们 你的想法和建议 让我们能够做得更好 谢谢你们的支持和关注 下次再见